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荷兰蒂也曾表示 《蜘蛛侠英雄无归》是最有野心的一部蜘蛛侠电影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角斗士2》剧本已经完备的消息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 斯科特表示《角斗士2》的剧本已经写完了 从斯科特的说辞来看 《角斗士2》将会延续前作的故事 但将会和原作是一部截然不同的影片 据悉 影片的剧本将会交给彼得·克莱格的手上进行创作 演员方面 万众期待的拉塞尔·克劳所饰演的马西姆斯 并不会回归续集 在原版《角斗士》中 可以说所有的角色均已经死去 况且 两部电影之间还有这20多年的间隔 故事将如何展开一直是一个谜 此前有媒体猜测 第二部的故事会以新的角色为主角 主人公可能会是罗马皇帝 康默·杜斯的侄子卢修斯 不过这尚未得到确认 目前该片暂无任何开机的信息 印期或许会被定在2024年之后 一起来关注麦塞尔夫人曝光的第四季剧照 日前 每剧《了不起的麦塞尔夫人》第四季首度曝光两张剧照 主人公分别是女主角米奇与她的父母 剧照中 躺在化妆间沙发上的米奇 目光迷离 似有心事 而她的父母则做出惊喜状 剧组的服装道具依旧延续着华丽复古风 了不起的麦塞尔夫人第四季 于今年年初在纽约开拍 继续讲述着喜剧人米奇和身边的人们的故事 目前尚未正式定答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奇异博士2》剧情或大调整的消息 已经进入拍摄周末期的《奇异博士2》 进入疯狂多元宇宙 突然曝光出补拍的消息 与一般的补拍小打想到不同 外媒形容这一次《奇异博士2》的补拍非常重要 似乎涉及到影片故事线的调整 影片将会在洛杉矶补拍六周 每周至少工作六天 补拍很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补拍中既有新的镜头要拍摄 也有一些老镜头要重拍 而且影片的编剧迈克尔沃尔德伦 也将会在片场待命 随时撰写全新的故事内容 本次补拍将会涉及主角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还有其他哪些演员参与尚未可知 但如此大规模的补拍工作 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影片剧情的走向 受到疫情的影响 影片的拍摄工作一直都不顺利 两次演党之后 影片最新的档期是 2022年的5月6日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时隔15年《魔法奇缘2》 终于确定档期的消息 山山来迟的《魔法奇缘2》 终于确定了大致的印期 这部时隔十多年的续集 将会在2022年的秋季上映 具体的上映时间依旧待定 而2022年与《魔法奇缘》2007年的印期 有着15年的间隔 影片的拍摄工作 已经在今年的8月6日杀青 全新的标志 也充满了迪士尼童话剧的质感 在续集中 故事将会集中到 吉塞尔的情感故事上 吉塞尔出生在动画国度 安大拉西亚 过着有如童话故事般美好的生活 吉塞尔拥有一个完美公主 应该具备的一切 美丽的容貌 纯洁无瑕的心灵 动听的嗓音 能够与小动物交流的奇特本领 还和所有的公主一样 期待着有朝一日 能和真爱分享最甜蜜的初吻 一起来关注新版《铁血战士》 曝光剧照定名的消息 最新一部铁血战士影片 于日前曝光了全新的动态 该片首先公布了全新的标题 狩猎 按照原先的计划 本片将会把故事 放置到外星生物的源起之上 讲述它们是如何来到地球 并且成为人类的敌人的 福斯电影公司 目前对于影片的剧情 进行了保密 因此无人知晓 影片的具体情节 而人类的故事 将会被集中到几位 年轻女性的身上进行讲述 安博·明迪·桑德 达科特·毕佛斯 丹·狄利格尔 将会加盟剧组 目前 这部全新的狩猎 暂定于2022年 独家登陆流媒体平台 Hulu 一起关注好莱坞片场 再传意外的消息 好莱坞男星 亚历克·鲍德温 10月21日在拍片过程中 不慎用道具枪误杀女摄影师 哈里纳·哈钦斯 酿成一死一伤的悲剧 如今 该片场再度传出意外 一名灯光师 米勒 惊奇遭毒蜘蛛咬伤 伤口严重溃烂 流浓 肌肉也开始坏死 严重到一度出血 败血症 为了防止毒性继续扩散 每天都必须动手术 但医生直言 最坏的状况 只能截止保命 米勒的亲朋好友 在网络上还原了此事的经过 希望替米勒讨回公道 但剧组方面不愿多做响应 再度引起网友抨击声浪 事实上 棕色钝珠 意为褐色影珠 又称提形蜘蛛 毒性猛烈 可媲美黑寡妇 被咬后约两个小时 伤口处会出现红色肿胀 同时冒出蓝紫色的凸起 患者会感觉到十分的疼痛 再过一段时间 凸起处开始溃烂贪陷 形成如火伤口的伤口 最后来看一条令人惋惜的消息 曾出演德州巴黎 蓝丝绒等电影的美国演员 迪恩·斯托克威尔 于11月7日凌晨 因自然原因安详去世 享年85岁 迪恩曾凭借猪门孽种 长夜漫漫路迢迢 两次获得嘎纳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 他的代表作还包括 《儿子与情人》 聚集《量子跳跃》等 2015年吸引之后 迪恩以其全名 罗伯特·迪恩·斯托克威尔 进行艺术创作 并在美国各地举办展览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